A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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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 早安 大家早安 一一阿倩早安 張西瓜你好早安 HELLO你們早安 今天也是 很早起來開直播 今天不是午安是早安 我们前几个小时才见过面 昨天10点的时候 过不到12个小时 早上好阿华 哈喽早安 电力充饱了 刚睡醒 大家早安 我觉得感冒快好了 但是还没有全好 还是有点弹的感觉 还有鼻音 这是阿华分享的直播间 放个音乐 我昨天就是听这个歌 听到睡着 差点睡过头 北极星早安 哈喽大家早安 变成新鲜柠檬 你好这是什么歌 那个不想说再见就结束 我昨天真的是一年快睡着吧 昨天真的是不行了 谢谢北极星宋某仙女棒 我觉得我又耳鸣了啦 呵呵 我刚刚直播前看了 鱼柏的蓝蓝鲨 很好看 昨天下播没有我昨天下播后去那个冲了一下澡 然后卸个妆整理一下我的东西 谢谢阿华送了我筹码 谢谢阿华 哈喽杨姐早安 我还没有开学 我有两个礼拜后开学吧 谢谢 哈喽 谢谢阿华分享的直播间 变士兵权你好 早安 大家早安 老李你好 谢谢阿华送了我天女棒 我们真的不久前才见面耶 睡了个觉就见面了 真的是只睡了一个觉又见面了耶 爱丽尔你好 QQ男子你好 就要12个小时 很平凡耶 超级平凡的 谢谢爱丽尔分享直播间 谢谢QQ男子分享直播间 谢谢QQ男子分享直播间 昨天睡的还蛮还行还行 很平凡的见面 谢谢可迪宝宝分享直播间 昨天你说的题目是节目的 哪一个题目啊 我昨天神智不清啊 我根本忘记昨天发生什么事了 9月开每个礼拜见到皮凡 我昨天在干嘛 完全忘记了 没有印象 很像喝醉酒一样 完全没有印象 谢谢阿华送我先女棒 高兴论是你 我昨天到底说了什么 完全忘记了 我真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昨天神智不清 我昨天很像那种就是 不是以前国文客都会想睡觉吗 然后就是完全会不知道自己 到底在干嘛 昨天是品恨偷开直播吗 我今天早上也吃药了 我会不会等一下就想睡觉 吃完药就想睡 我刚吃完药 我的药吃完了还没好 我已经看了两次了 所以现在有数字嘛 当然是没有啊 我已经看了两次了 怎么还没有好啊 哈啰 方燕你好 谢谢可迪的宝宝送我方燕 有睡饱吗 有 应该说永远睡不饱吧 没有睡饱的一天 大家觉得有睡饱的一天吗 其实我觉得我算是比较不爱睡觉的那种 就是如果真的是有工作什么的 是可以骑得来的 那种 就是不会 所以会睡过头啊干嘛的那种 我算是比较不爱睡觉的人 我都很浅了 就是我是可以为了工作上学干嘛 重要的事情早起的人 睡五六个小时 好几天也还撑得住 还是因为我还年轻 老了就没有办法 我觉得目前都还算撑得住 谢谢金佑送我告白祈求 不是晚上十点多就睡觉了 没有我现在都很晚睡了 我就上一次十点多睡 大概是国中的事了吧 早上好黄鱼 不过黑眼圈会出卖 我黑眼圈算中吗 可是我之前给化妆师化妆 就是所有人给化妆师化妆的时候 他说我的黑眼圈算不中的了 早点算 我可以早起 可是上班途中就会超闪瘦 我也是啊 就是可以早起 但是如果一刚吃完饭 然后一安静下来 然后环境很舒服 我就会想睡觉 听说过25身体会整个補养 好可怕 如果过25岁 有施亚没人比的光 25岁后身体会很容易累 虽然 有施亚没人比的光 谢谢阿华送我生女棒 继续上班 海海拜拜 我也快25了 阿华还没25哦 这么年轻啊 你是年轻 年轻的小哥哥 我是年轻妹子 我每次出去 然后都会被店员啊 什么叫明天要28的 我每次都会被店员叫 那个 妹 那个 他们都叫我妹妹耶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 有时候如果是服饰店什么 都会叫我小姐 但是我去买饭买水饺什么 他们都叫我妹妹 呵呵 两个字头都很年轻 好 谢谢海海送我 再见 沙哟 对 明天要28了 生日快乐 我明天没有开直播 我先帮你唱 生日快乐歌好了 那大家我们一起住 明天生日的阳节 生日快乐吧 虽然他可能不太快乐啦 来 一起唱 呵呵 妹妹今天学什么好 国中生 对啊 因为我太小子了 都会被当成国中生 可是我都会很不开心 我明明就19岁 还被说国中生 他点忘了 就只有我正法这样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现在那个没什么声音 所以声音可能没有很高 对不起 可能音准不太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大学毕业没多久 一下要分三字笋 谢谢 阿博付我先鱼棒 生日快乐 羊姐 早安有睡饱呀 谢谢阿博的Kiss 啾啾 羊姐 生日快乐 我是不是应该放个 彈就笔 的那首啊 涙 Supplies 对 放个这首好 一直活在高一 打工时被叫小学生阿姨 被小学生叫阿姨的阴影中 我现在还没有被叫过阿姨啦 顶多姐姐而已 早上依然睡宝宝 我觉得早上开直播比较有精神 我比较喜欢早上开 可是开学后就不知道可不可以早上开了 要看课表 而且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早上的光 放手会去就叫你不要叫我阿姨 而且我其实在我们家族的亲戚里面算是 就是比较小的小孩子 比我小的可能有啊 就是小baby的那种 所以我在以前都是 都是会被叫妹妹的那种 就是整个家族也算是最小的小孩 最近他们有新生baby啊 所以就不是最小孩 但是在这之前 大概我 小学那时候一直都是 整个家族里最小的小孩 目前没有阿姨的本身 因为我看我有一些 听我有一些同学 就是他们 才跟我同样年纪 就已经当人家姑姑啊 或是阿姨什么的 就是可能他哥哥比较大 或是姐姐比较大 比较早生小孩 然后他们就会被叫姑姑 或是阿姨 哼哼才十几岁 都被叫姑姑或阿姨 有点可怜 还好我哥哥还没有结婚 还好我哥哥还不够大 身高优势 品函是真的喜欢上次 所以红包领最多 品函好一毫 爸爸或妈妈兄弟姐妹 其实不太多耶 我的声音 天哪 过年要包红包给你 你邻居的 还常常认为我妹是我姐 早上好好托你 我今天话可能比较少 因为晚上要练习唱歌 所以我 为了要保持我的声音 我今天可能话会少一点 或是讲小声一点 请大家原谅我 好吗 那我声音这样子怎么办 是有好一点啊 只是有时候卡卡 还是会变长老眼 而且还是有点鼻涕 放松点讲好 好 那我讲轻松一点 有点鼻涕 动嘴巴不发出声音吗 像是这样吗 这样吗 像谁知道 读春雨是不是 你们在玩学生天团房音乐的那个 游戏吗 读我的春雨 那我们猜猜看 我现在在说什么 看得出来吗 不是我不是说天气很好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 我觉得她嘴型是不是不明显 难怪阿奇都 阿奇 阿奇 阿奇都 看不出我到底讲什么 我那天玩这个游戏 当然是 玩到快 快生气了 阿奇 到底听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我们双方都有问题 嘴型不清楚 跟不会独穿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吗 我刚刚讲了 你们会喜欢听的话 以节目的角度 听不懂才有趣 看得出来吗 光这句可能就讲到自己 哎 你们看出来了 所以不是我嘴型不清楚阿 阿奇 你们看出来了呀 对 反正我就是讲这个 你们看出来了 怎么告白的话 你们就看出来 然后我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你们就看不出来 谢谢阿华送我真情告白 下下名 羊姐三日快乐 这首放来了 三日快乐 没有看出来 可以重复五十遍吗 有吗有吗 海高早上好 我最近手又好干喔 怎么办啊 为什么会 我最近也很努力的在保养爽手 可是我的手真的很干 旁边有很多 翘起来的小皮吗 我从小时候就很 手很干了 可是我不太会去剥它 因为多的话会很痛 好看哟 很美啊 谢谢 翠翠翠 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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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翠翠 翠翠翠翠 淘寶哥你好 粉絲可以挺浪的 不必在意哦 哈喽小河你好 谢谢阿宝送我先禮到 早安早安淘寶哥 重練趴趴照 你好 我今天頭髮很順 這次感冒我已經看兩次的還沒有好 平衡7月去上台的照片 其實我還沒有發完耶 因為我還沒有拍版 最近比較忙我就沒有在拍以前的那個 其實還沒發完 我可能不久後又會拿出來發 今天沒有唐老一號 今天現在彈沒有卡住就還好 但是鼻音還是很重 謝謝楊潔送的大聲說愛你 謝謝楊潔 燕子早上好 先掛挺好的 今天應該可以來跟大家講個星座日式 今天是攤急早報嗎 對攤急早報單元 等一下來跟你們分享你們今天的運勢 平衡會去馬來西亞對不對 會 會去 是我第一次去 是要有抗主治安的藥 吃了就會頭昏昏沉沉 開學會有早報嗎 我開學要看課表耶 我還沒有看我的課表 不知道有沒有哪一天是早上沒有課的 就可以開直播 不然晚上開也很累 我平早上上又晚上開肯定想睡覺 一定每次直播都像昨天一樣 在馬來西亞等你們 等你喔 你會想跟你們見面 謝謝叔叔送我們薄薄薄薄鼓勵 7TP棒牆 你好 午安 小蘭 我昨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夢到了很可怕的東西 我做夢夢到很可怕的東西 之前有上課也沒這麼想睡啊 可能最近比較累 我覺得其實這個跟那個上課有點像 就是上課的時候通常不都會很想睡嗎 然後一打鐘下課立馬醒來 我就昨天有點像那樣 就是直播的時候很想睡 然後直播完又還好了這樣 跟 要學馬來語嗎 可以教我幾句啊 大家會馬來語嗎 我到時候去馬來西亞可以用 下課直接到桌子上 馬來西亞的烤肉 你好 謝謝你分享直播間 我昨天夢到好可怕的夢 謝謝阿華分享了直播間 夢到什麼 我夢到我去那個傳統的菜市場 我夢到我去那個傳統的菜市場 然後 我夢到我去那個傳統的菜市場 然後 然後 夢到直播吃一次 不是 我夢到我去傳統的菜市場 然後我看到別人買那個生的 生的魚跟蝦 就是活跳跳那種 還在跳的那種魚跟蝦 他們買了放在他們的塑膠袋裡 提在手上 然後那個魚跟蝦還在跳 我覺得超級可怕的耶 超級可怕 根本噩夢吧 他們買活跳跳的魚跟蝦 然後放在那個袋子裡還在跳 然後就這樣提著 我覺得好可怕喔 我喜歡你 喔馬來話的我喜歡你是 好長喔我肯定記不起來 不行我一定要記得這句 我喜歡你 是不是很可怕啊 我覺得活活的魚跟蝦很可怕耶 新鮮啊 魚市場才會看到這場 對啊我怎麼會夢到這個奇怪的夢耶 昨天才去南寮魚缸 昨天才去南寮魚缸 少念一個嗎 這算生活日常 我覺得很可怕耶 尼木枯在廁所 我以後可能沒有辦法去買菜 因為我會怕生的魚跟蝦 我有去過傳統市場 可是不覺得 還在跳的魚跟蝦 提在手上很可怕嗎 你肯定上小市場 如果是已經 就是他已經沒有在動的那種 就還好 但是 在動的很可怕耶 發現 雞肉很好摸的面 對那次是我第一次摸 生的雞肉 他的觸感 軟軟的 然後滑滑的 我覺得很好摸 好摸的雞肉 我當然看得出來 我平常沒有在下廚啦 對於食材 沒有什麼接觸過 讓小字出動的好 而且有一些 對有一些火鍋店 我之前去有一些火鍋店 就是 他的蝦子還是活的在跳 就 上桌了 然後 你看他在前一秒在跳 然後上一秒 你會把他煮到鍋裡 然後他會死掉 很可怕耶 我沒有辦法接受 他送活的蝦子上 而且他還把蝦子串成一串 就是 他 竹籤插在他身體裡 然後他還在動 謝謝富爾哥送我愛的小手 喜歡摸雞肉 快入雞 有辦法 有 我有get到 那你殺魚殺蟹 應該會狂點這樣 對 我沒有辦法殺 我沒有辦法殺生的魚蝦蟹 好可怕 賣場到這樣子 我不敢吃生魚片 好幾百片雞肉 做完都不想做雞 品牌只能殺粉絲不能殺動物 I will kill you 殺粉絲 生蝦不用殺丟水 我沒有 現在沒有卡他 現在是鼻音很重 我現在鼻音很重 基本確定品牌不會下廚 有啦 我有想要學下廚 可是我真的很怕把廚房給炸掉 被判你的粉絲要殺嗎 大家有做過什麼很恐怖的夢嗎 平安的菜單還是跟以前一樣嗎 當然囉 你們有做過什麼很恐怖的夢境嗎 我夢過被鬼壓床 雖然是真的被鬼壓床嗎 還是只是做夢而已 鬼壓床也很可怕 但是我不是聽說 鬼壓床是 就是身體太累的一種生理反應 下廚藥廚有活日活下 被針子追 喔我也夢過被針子 就是被鬼追耶 超可怕 就是我在睡前 然後那一天看了恐怖片 然後晚上就夢到我被鬼追 而且那場景很可怕 就是暗暗的停車場還是什麼地下室 然後就我跟另一個人一起走 然後突然後面就衝出一隻鬼 嚇死 然後我就狂跑 夢到下個月的障礙 我是下廚房 一直從高處我先看 夢過跟林涵當同時 夢過被演了 鬼壓床好可怕喔 我是沒有經歷過 欸不要亂講好了 很可怕耶 好像放到長期來的長期站被夢到找到 夢到醒來結果還在夢裡醒過來 我覺得尤其是睡回去的夢到一樣的 很可怕 清過被泡爛的老鼠屎 好好心喔 夢到 夢到我要回去當兵 大家的噩夢都很不一樣耶 大家的那個 對於大家來說可怕的夢都不太 鬼會用衝的那一隻小孩 你可能會做荷包蛋嗎 會啦荷包蛋的話應該會 哈囉一輝你好 夢過被沖的馬桶 好小的時候被沖到馬桶 有點像那個 那個海底總動員 泥夢不是被沖到馬桶裡面 比較可怕 喔我知道日之夢 我也有夢過日之夢 夢到奇怪的生物從窗戶爬地 吃午飯時間了看一下平衡 哈囉你好 我也夢過我摔秋幾個月後我就摔了 可是我之前看那個一個影片 他們說 玉之夢會做 玉之夢是那個 夢到從高樓跌 喔我也 夢到從高樓跌下來 或樓梯跌下來會嚇一跳 就是我們所說的睡一睡嚇一跳 很丟臉的那個 就是玉之夢 我之前看那個影片他說玉之夢是 就是你可能之前曾經到過 就是玉之夢不是通常都是 喔我覺得我 就是你去一個地方 然後覺得好像 之前有來過這個地方的那種感覺嗎 就是既視感 對 既視感 然後他們好像說是因為 之前可能到過類似的地方 就是或者是看一些電影啊 或是別人的生活經驗 然後你把它套在自己的身上 就會變成玉之夢 就會變成玉之夢 就是可能到過類似的地方 或是看電影啊 或是別人的生活經驗 然後就會變玉之夢 五歲抬頭團成人嗎 我小時候也有夢到去 就是 我小時候幼稚人的時候吧 然後就夢到我去上廁所 我已經坐在馬桶上 我很確定我坐在馬桶上 然後我就 那個上廁所 只有起床才發現我尿床 我也有這個經驗 我小時候有 而且我小時候常常有這個經驗 就是我明明都很確定 我有坐在馬桶上 但是就是個夢 那個夢很真實 然後就尿床了 arrested 憑weet happen 看上人 憑 проп 你 弄一堆 平寒的床單多少賣 對啊我夢裡明明就確定已經在廁所了 先想要划送我仙女棒 但不是說做夢通常是睡不好才會做夢 我睡下鋪啊 你站住我 我都睡下鋪 睡很好才會做夢嗎 睡嗎 不是睡不好才會做夢代表睡不好 而且我之前還聽說什麼 就是夢到鬼的那種夢 代表有鬼在你身旁 是這樣是真的嗎 好夢要睡很好 噩夢短了我就可以 睡眠不同節奏 好漢不好好像都會 不好說 然後我現在只要 就是隔天醒來知道我昨天可能有夢到什麼鬼的之外 我就想說是真的有鬼在旁邊 所以才會夢到鬼 很可怕 好喜歡這首歌我也喜歡 你看 你有夢到昨晚開直播 沒有 上鋪有個爪爪鬼 背包 而且我以前小時候 國中的時候 那個就是 在考試念書什麼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然後就很常常睡不好 然後我覺得晚上睡不著很可怕 或是我就是喝咖啡然後晚上睡不著 我覺得半夜睡不著超級可怕 就是半夜睡不著會一直胡思亂想 而且會一直覺得有奇怪的聲音什麼的 我覺得就是半夜只有自己一個是醒著的 所以我覺得半夜睡不著很可怕 就是一直很想要自己睡著 但是又睡不著 所以昨晚其實沒有開 昨晚咬完 謝謝CC分享直播點 但是睡不著超級可怕 我不喜好那種感覺 謝謝CC送了我玫瑰 考大學夢到自己考試沒上嗎 但結果沒上 謝謝CC送我LOVE YOU 昨天Music又唱了現場 他跟開幕跟假嗎 是那個嗎 謝謝CC送我玫瑰 世界上陪你一下 這麼說好像有點道理耶 張西瓜 好像瞬間不可怕了 好 謝謝奧華送我LOVE YOU 平安有好多嗎 你覺得我聲音聽起來好多了嗎 在旁跟著自己一輩子 只是大家不相信不知道 對開幕 他們那個衣服很可愛 我有看到他們instagram那個照片 海盜舊居有鬼對 很可怕 很可怕 我現在都不敢亂看恐怖片 因為晚上一定會做阿嬤 沒上次開播那麼愛魂 隨著楊哲分享的直播見 謝謝 謝謝一生珍珠女運人的仙女棒 今天趁重補下 之前沒講鬼故事系列 之前沒有講鬼故事系列吧 我好像沒有講 可是鬼故事我就要上網查別人的鬼故事耶 就是我聽別人的或是上網查一下 我小學的時候 那個我的補習班有這種恐怖的漫畫 然後我小學的時候超喜歡看那個恐怖漫畫 我有點忘記那個漫畫叫什麼了耶 有一個恐怖漫畫 它是一系列 然後裡面講很多鬼故事 就是他們一群人出遊 然後遇到什麼什麼什麼樣的事 我小學超喜歡看的 我忘記那個名字叫什麼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謝謝ttp棒場的貴族妹乖 我收回有好多那個組合 電玩留言想問一個 好 謝謝志成的傳奇小雞 謝謝ttp棒場的貴族妹乖 我沒有夜遊過耶 現在恐怖漫畫挺多 ttp會想跟誰合唱心情病毒 嗯 可愛的人都很適合這首歌啊 像是平函我本人是吧 我想一下這個漫畫到底叫什麼啊 這樣講差不出來 它不是小說那種 是真的就是適合小孩子看的那種漫畫 它不是小說 是真的是漫畫 有圖文有圖片的那種 它不是都是字的那種 不是那種小說 是漫畫 就是有圖片的那種 不是鬼太朗 圖書 就是很適合小孩子看的 可能比較年齡層低一點 我好想知道這個漫畫叫什麼喔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它是真的是漫畫的那種 隔壁出色朋友 隔壁出色朋友 借律師小 Eatron不是欸 靈異教是什麼欸 不是 它很久以前了 我不知道現在還查不查到那個漫畫 推出出說鬼故事 我之前也聽過 姐姐講鬼故事什麼 而且還是在這個 就是基隆 外木山嗎 我姐姐說她之前去練車 因為她考駕照 摩托車駕照 漂流教室好像不是 收妖童子不是 那個外木山的鬼故事 就是 姐姐練考摩托車駕照 所以她晚上好像 就是跟朋友去練車還是幹嘛 然後 就在外木山那邊 然後好像她的朋友 什麼 騎一騎遇到鬼嗎 還是什麼 所以她看透照鏡看到鬼 在追 很可怕 可是我聽 聽蠻多 都是在外木山蠻多的 就是那邊晚上 我覺得大家比較吃不好 因為那邊很暗 然後 又海邊 好像真的蠻 陰的 我聽說啦 不太知道 聽我爸爸說 還有姐姐說 夜跑 聽蠻多人說過 你很定 酒飯感覺也蠻可怕的 晚上 鬼屋探索 鬼屋探索 聲說說說鬼故事 喔怎麼 我之前 就是我現在的班上 我們中午吃飯的時候 是可以就是 因為不是每一班都會有那個 布 木嗎 就是投影機 可以用在那裡 我們班人都很喜歡 一起看那種恐怖的 什麼 都市傳說 那種鬼故事 就是去探險那種 都市傳說影片 然後因為自己一個不敢看 所以同學他們都會想要在班上 大家一起看 然後我就會好奇耶 一起看 我覺得都市傳說 都超恐怖的耶 就是youtube上面一些 他們 拍的一些都市傳說 我本身蠻膽小的耶 學校通常都有鬼故事吧 聽說我們學校超常以前 下面是 就是 是城場 早上聽沒什麼感覺 我晚上也不敢去我們學校後山的操場 超級可怕 我連早上 譬如說下雨 就是比較陰天 下雨天 要到後山操場去 上體育課 我都不敢 不太敢自己一個走 我就是看起來超級陰 因為他是在山上 然後很多樹 我自己不敢走 他真的是 樹林的那種 叢林密布的那種 後山操場 而且很少人去 除了上體育課會去 肌膚沒有留 會走到那邊 高中沒有鬼或血 美術老師想要搞鬼 好可怕 很多全校傳說以前 也是亂葬糕 信奉鬼信列導演 然後我還有看那個 電視哪一台在做 之前康哥主持的一個節目 也是什麼鬼 鬼吹燈嗎 那個單元 你們知道在講哪個節目嗎 那些節目好像沒有了 鬼燈獎 鬼燈獎 然後他們講的遊戲也蠻可怕的 鬼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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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台的那個 殘酸DDP有48人 禮拜五 11點之後 靈異外景節目 我其實不太敢自己看靈異外景節目 很可怕欸 對 我們就是要上網找那個 可怕的影片來看 在學校的時候 我是愛看又害怕的那種 唉呦我的媽 鬼化連篇 喔對我也有印象 我媽媽以前很喜歡看 手攀攀主持的鬼故事節目 而且他還會附上那個照片 超可怕 他還會附他們拍照的照片 沒有 剛好聊 聊到恐怖的夢境 就聊了一下鬼故事 哈嘍阿珠你好 小時候看不懂只覺得場景一直打綠色的印象很深 而且不是他們常錄這種節目 然後棚內都會出現奇怪的事嗎 我以前趕快看鬼化連篇 我沒有看到鬼化連篇 好的 TTP放牆 掰掰 掰掰 鬼化連篇很久 怕刺到耳邊說話 不能上來下下後面的鬼 你還是不是覺得鬼太可怕 所以覺得殭屍這種事情都比較可怕 這幾次是靈異造型 也是有點貓 你還可以看那個什麼什麼嗎 也是有點貓一點 看恐怖片要做之後 你這樣還有人看你的背才刺激 之前不是有那個 AKB的成文去演那個 鬼恐怖的那個 影集嗎 不算影集 就是一集一集的那一種 那叫什麼 在76台日本台 我記得前天蹲子前面有去演過 毛骨聳蘭撞鬼經驗嗎 是叫那個嗎 你們之前有看過那個嗎 我覺得它超級恐怖的耶 毛骨聳蘭的撞鬼經驗 之前日本台 76 76 77嗎 有 現在好像沒有了 之前 我覺得這個超級可怕的耶 我看過一兩集我就 不行了 而且我是跟別人一起看 你們可以 如果有興趣可以看 好像之前 前天蹲子前輩有去拍過那個 毛骨聳蘭的撞鬼經驗 AKB恐怖耶 那個真的很恐怖 今年沒播嗎 看到那個直接轉 我覺得那個超可怕的 那個真的是蠻可怕的 高雄男前輩好像也有 大家可以去看看 如果有興趣 上網查應該查得到 那個真的很可怕 這位白白 超級可怕 謝謝阿華送我仙女棒 大家看起來 大家看起來 看了之後 我們有掛肌看 你們可以跟大家一起看 下次你們 飯 飯 飯們一起聚在一起的時候 你們可以一起看 毛骨聳蘭 集體做了嗎 應該有之前很早期 有在JAKB4J都會去關注這個 不是電視的童都沒有看 阿華可以去看一下 可是我是覺得那個蠻恐怖的 如果你怕的話 可以跟別人一起看 你開直播嗎 不要啊 我不敢看 為什麼飯聚在一起看恐怖片 因為你們可以一起討論毛骨聳蘭阿 他也是 AKB48常輩的作品 你們可以看一下 推坑 讓我們看一下主 劇場靈跟聖上線 有喔 我有看過劇場靈 劇場靈是那個 呃 島崎搖香田的演 對吧 為什麼會直播恐怖片給 不要 我不敢看恐怖片 放聚在一起玩 狼人殺比較有趣 我剛剛開播前也在看狼人殺 魚百的狼人殺 他們好會玩喔 很厲害 就是 我看的是那個 他們一開始狼原本快要輸了的感覺 因為那個 小豬哥 羅茲翔他 他直接點出三隻狼喔 然後他還直接點狼王是誰 然後我都覺得狼要輸了 結果最後狼居然贏了 超級精彩的 欸 我覺得他們好會玩喔 就是他們 跳身份也跳得很真嗎 很會騙 很會騙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的 今天早上的 就是他們明明是狼 可是還可以跳女巫 跳得讓別人相信他是女巫 就覺得他很厲害 他們真的很會講話 我還沒有這麼厲害 我還要多玩幾場 大家還會想看我們玩嗎 然後可以跟成員多玩玩 我真的有點愛上狼人殺 自從知道他的規則跟會玩之後 而且我看 早上看的那集是有那個騎士嗎 我是第一次知道 玩 看有騎士的 原來騎士是 早上公佈身份的時候 可以查殺一個人 是嗎 上狼人殺節目 我們去上海沒機會一起玩 自信的重要性 腐爛程度 真的會上癮狼人殺 我覺得大家聚在一起 就是要玩這種桌遊 不要再玩手機了 騎士可以查還有身份 只是很多 你現在 蟑螂人不會光了唷 如果狼可以直接殺 拼命會自己死 喜歡你唱viva的服裝好漂亮 希望你們也有那種酷酷的服裝 謝謝你 期待之後有酷酷的服裝 謝謝卷卷送我玫瑰 謝謝會香的風夜 很多人玩 很多人玩 會耗精神 這是什麼 謝謝阿華送了 帶你航遊洛杉磯法國 剛剛出現萌莫莉莎的微笑 謝謝阿華帶我航遊洛杉磯法國 雨晴說River那件穿 喔對阿River那件 我之前也說過很難穿 因為他的那個配件很多 然後背心很多層 然後你就不太了解怎麼穿 萌莫莉莎筆葉 零件 就他們零件很多 有龍狼遊戲系列的日據 我覺得玩龍狼沙其實蠻好精神的 我每次玩玩都覺得好累喔 酷酷是需要帶油 可以洗一下鼻涕嗎大家 等我兩秒 應該不只兩秒 可能要五秒 我鼻涕是不是還是很濃啊 我鼻涕是不是還是很濃啊 謝謝阿華送我順龍 啊沒丟中 我沒有丟中 呃 要比他好了 要想怎麼帶風向很傷腦 真的 我覺得當狼其實也很傷腦 之前說海君 喔阿元的那個頭貼好好看喔 我覺得我這張蠻好看的耶 我無意間撿到阿元的頭貼 我覺得我們喜歡這張蠻 謝謝你喔 幫我拍的很好看 Dunertal制服的斷帶 新的NV 新的NV有拍到嗎 真的嗎 你有看到我背面的斷帶嗎 謝謝楊潔的花朵 握手快我們鑑定看看 當上帝最強順 謝謝楊潔的花朵 好 我要醒我另一邊的鼻涕 再等我兩秒 為了鼻涕這麼多啊 已經醒了了好幾千了 一個禮拜囉 還有鼻涕 又沒丟中 一個鼻孔一段衛生紙 因為鼻涕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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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了一下衛生紙 再等了五秒 我覺得我還沒有洗乾淨 我覺得我鼻子的磚都要被我用掉了 好了 鼻涕這個妝都被我用掉了 口紅也被我擦掉了 消息不太容易講話 謝謝阿華春我先得到 喝一下水 今天一樣是這麼大一壺水 今天一樣是這麼大一壺水 噢 噢名 噢名一直都沒有好耶 討厭 豪邁的喝法 對我們是日本偶像團體 每次看還是覺得很吵 你說那樣喝水嗎 我們是日本偶像團體AKB48 在台灣的 呃 姊妹團 官方姊妹團 AKB48 TimTP 對 說你喜歡我嗎 你也可以follow我的 instagram 喲 這是我的instagram 也可以 我們也有官方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還有youtube頻道 ok follow喲 謝謝 鼻子衝就不好 我藥已經吃完了耶 我不想再去看第三次 不想吃這麼多藥 他身體應該會有自己 會有治癒能力吧 我已經吃了六 六天份的藥了耶 有一個兩個包子是什麼 我不想再去看了 我想給他自己好 我要補一下口紅 都被我擦掉了 不看醫生加一 有啊 我之前有試過不看醫生 就是那種比較輕微 沒有像這次這麼嚴重 這次比較輕微的 我就喝那個熱的維他命C嘛 他好像就會好一點 我是感冒喔 歐美醫生都不開啊 後期生病都不可惜要治療 只喝江蟲找粉 喝維他命C是不是很可以啊 好了之後就不容易生病 最近有讓自己爆汗嗎 有啊 我練舞的時候還是會爆汗啊 自己全日的感覺很棒 通常大大扣很容易好 還是我要去用一下三溫暖 讓蒸氣蒸自己 然後出汗這樣 才會受不了去彈一下 抽屏他每天都在爆汗 我覺得我應該快好啦 感覺快好啦 休息回復美麗 離世生命更快回復 好喔 快早點睡了 我盡量 沒事我當然誰不想早點睡 我會早點睡 我會早點睡 以後就是開要停的那些震動就是這 行程會很滿嗎 滿滿的 最近比較滿 宣傳奇嗎 平安有看到三... 有啊 我有看到你傳我的小猴子對不對 超級可愛的呀 我有看到 好 小莉有以神...小莉有以推 鐵子弄清友你好 已經很久沒有乾冒補了 謝謝 彩虹花送我順...龍 好 超級可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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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要來跟大家報一下今日日誓 好嗎 來跟大家報一下今日日誓 謝謝 君主帥 我是很棒 海南雞飯跟牛肉麵 我選牛肉麵 我好久沒吃牛肉麵了 我想吃牛肉麵 我選牛肉麵一票 害我突然很想吃牛肉麵 但是我跟遠玲哥好 完全要去吃喜氣啊 超大夜班 運勢 星座運勢啊 我現在只要早上開播都會有品寒的寒極早報 就是報每一個星座的今日運勢喔 CC CC多久沒來了 CC是什麼星座 我可以 我會報每一個星座的今日日誓 今天誰會得到品 報一個 下禮拜六才吃牛肉 我好久沒吃牛肉麵了 我要去吃牛肉麵 好喔 來吧幫大家報今日日誓 Sukia最近有什麼 有啊 他好像有出新的什麼 大阪燒口味 然後還是什麼 新的 可是他還有出什麼 雞肉 豬肉還是雞肉 壽喜燒喔 還是什麼 可是我都吃最普通的 而且我都吃迷你碗 其實我覺得迷你碗就已經很夠了耶 中晚對我來說有點太多 牛肉 喔 鵝龍麵喔 牛肉鵝龍麵也很好吃耶 CC雙魚吧 你的時間都不能來看 不是叫板燒 應該是壽喜燒 是壽喜燒嗎 忘記了 壽喜燒 就慢慢準備鼻子板 我也都是吃最普通的牛肉 我們晚點要去練習唱歌 所以就約吃飯 那我報一下日誓吧 一樣從一月開始好了 水瓶座是嗎 從水瓶座開始 今天是9月2號對吧 9月2號星期一 水瓶座今日日誓 不能看今日日誓 今日整體日誓 是3顆星 想要證明自己的能力 所以你卯足了勁 埋頭做事 對於旁人的挑戰 也滿不在乎 辛苦付出婆有成效 也獲得不少掌聲 讓你還有滿足感 財運平順 適合開源 愛情運較弱 單身者有心疑對象出現 但須主動才有希望 我會講太小聲嗎 可是我不想要太大聲 如果太小聲 聽不太到可以音樂小聲一點 還聽得清楚嗎 然後 充個電 可以 好 然後 我怕我講話聲音太沒有起伏 可不可以我今天真的想要省一點我的力氣 我不想要太 亢奮的講 不然我後後真的會沒有聲音 我講話會不會太平啦 我沒有辦法太有情緒 我平常太嗨的話 就是聲音會比較亢奮 會很累 然後 愛情運是兩顆心 戀愛真人 小跟其他異性朋友有接觸 否則會引來情人的不滿 還有忌妒喔 中午好 尤柏晨你好 哈囉大家中午好 謝謝西雅寶兒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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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尊重主播喔 你們好 我是KV Hochit 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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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謝謝大家 然後 事業運的話 四顆心 事業進展的十分順利 較好的口才 使他人都願意和你在工作上積極配合 謝謝超哥送我瘋 耶 財運的話是兩顆 欸 三顆心 潛藏的貪念已被引動時 通因 浩大喜功導致判斷錯誤的危機 謝謝阿純追蹤主播 你好 大家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謝謝歐布送我歌王麥克風 謝謝歐布 今天水瓶桌的幸運數字是5 然後幸運顏色是薰衣曹子 開運方向西北方 今日即時早上7點到9點 哇!已經過了 然後他的幸運星座是金牛座 嘿!金牛座 最後短屏 很有志氣不服輸的一天 看起來還蠻算不錯 水瓶座 還不錯還不錯水瓶座今天 謝謝阿哈送我歌王麥克風 謝謝準準的風也 笑死西西笑死了嗎 哈囉雨林五安 雨林五安 下一個是雙魚座 謝謝牛排送我 Love you 謝謝阿華送了我 零嗎 這是O還是零 謝謝你 晚安 待會吃飯見雨林 我們的Sukia 便宜又吃得飽 甜不辣 忍者聯盟洋公公你好 你好 雨林都點青菜 他每次都點青菜 謝謝甜不辣忍者聯盟洋公公送我杯櫃 下一個是雙魚座 今天雙魚座的今日日式 平安燈燈 我可能會吃普通牛粽配青菜套餐吧 是不是很普通 我可以在發現時跟你們分享我到底吃了什麼 我等一下吃發現時跟你們公布我今天到底點了什麼 說不定我等一下又改變心意了 大家期待一下我的現實 好喔 那接下來是雙魚座 雙魚座今天整體運勢兩顆星 會點超大碗的 當然不會阿 我都點迷你碗 雙魚座今天運勢整體運勢兩顆星 今天情緒比較激動 為了雞芒蒜皮的小事情 也能和伴侶炒上一架 應該檢討檢討了 財運方面看起來對自己有利的項目 其實很可能只是淨花水月 今天會碰到些意外事件 造成錢財損失出門在外盡量小心 然後愛情運的話兩顆星 異性緣較弱 單身者小想戀愛的事 有時間獨自到自己喜歡的地方玩樂 會很有收穫唷 事業運兩顆星 想法頗多 並且藏不住話 但在工作會議中 應把握重點 要知道言多必失 以免給上司留下不好的印象 好 好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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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回來 謝謝阿華送我歌王外特封喔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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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今天不要買股票喔 會錯失良機喔 對啊我很認真在播報那個星座 有沒有人在聽阿 還是你們都在關心SKIA 大家是不是都在關心聊SKIA 沒有聽我在認真播報 我好像在認真上課老師 然後下面沒有學生認真聽一樣 不要買股票 嘻嘻不要買股票 會錯失良機 有在聽嗎 真的嗎 那我剛剛說了什麼 今天 雙魚座幾顆星 來我考你們 今天雙魚座財運幾顆星 大家真的有認真在聽嗎 今天雙魚座財運幾顆星 你們答錯 答錯生氣喔 兩顆 兩顆嗎 Are you sure 你們確定兩顆 到底幾顆 大家說清楚 到底幾顆 瞬間變很兇了 你們說清楚 到底幾顆 你們沒有在聽 我在那邊想吃牛肉麵 答案是三顆 來剛剛說兩顆的 全部打手收 打屁股喔 今天雙魚座財運三顆星 剛剛說兩顆的是誰 打屁股喔 懲罰懲罰 搞什麼 沒有認真上課 大家 透心心喔 晚班時間 說沒聽到我最老心 透心心 不能換禮物喔 謝謝 謝謝豬豬送我幾張 那今天雙魚座的 謝謝阿豪送我眼睛夜當中 今天謝謝雨林送我玫瑰 謝謝雨林 愛你 今天雙魚座整體運是 幸運數字三顆星 然後 幸運顏色是蠻果黃 那你今天很適合 背TP的袋子出門 因為它上面有蠻果黃 你今天注定要穿橘色黃色出門了 西西 就是今天要展現TP團愛 快點 今天你的幸運色是蠻果黃 雙魚座的朋友們 今天 愛TP愛起來 衝橘色黃色出門 芒果黃喔 幸運數字是3 然後 呃 開運方位是東南方 然後今天的即時是 早上5點到7點已經過了 好 非常遺憾已經過 然後你的幸運星座是天秤座 可以尋找天秤座的朋友 最後來個總結 壓力過大 讓你情緒有些低沉 非常遺憾 可能又開始想要去 沒有我現在很清楚 我現在私事清楚呢 這是今天的雙魚座 希望你們今天過得順利 雙魚座的朋友 有 謝謝阿華的眼睛也這樣中 再來下一個 是牡羊座 有沒有牡羊座的喔 牡羊座的怎麼好 今天 牡羊座 整體運勢4顆星 挺不錯的 今天牡羊座 整體運勢4顆星 很有創意的一天 在創作策劃方面 亦有突出的表現 在工作上有新的想法 可以提出來 被採納的幾率高 晚上有機會與戀人約會 在個人形象上多留意 讓對方有爽心悅目的感覺 對愛情會有加分的效果唷 哈囉 你們好 是AKB4K 聽聽皮特皮韓 大家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唷 謝謝你們 然後 愛情運 愛情運3顆星 運氣平平 特異的打扮 對戀愛運有正面的幫助 如果很神就去剪個頭髮吧 牡羊座今天很適合剪髮 今天有喝水 牡羊座今天可以去剪頭髮喔 他說如果你很閒的話 可以去剪個頭髮 然後 嗯 試驗運4顆星 思維很活躍 對於需要創新精神的工作能 表現得很好 想出的點子星影獨特 財運3顆星影想投資 海英廣交朋友 多方了解市場做到知己知彼 今天牡羊座不錯欸 嗯 幸運數字是7 可能是會剪得很好看 可是可能剪完之後別人會很愛你 嗯 然後 幸運顏色是珠沙紅 拍運方向正東方 今日即時 早上8點到9點 幸運星座是水瓶座 牡羊座今天還不錯欸 最後 今日短屏 靈感有限 有機會發揮策劃組織能力 今天牡羊座還蠻順利的一天 剪完瀏海會待7天吧 不只3天 又已經過了 對啊 我太晚開直播了 每次都你們 已經過了幾十 才跟你們剪 下一個是 金牛座 七天是回家那個 金牛座今天很慘欸 金牛座可能會得到我今天的報報喔 金牛座可能是今天最慘的 金牛座今天整體運勢 一顆星 今天爛桃花開 好慘喔 爛桃花欸 我報一個 等一下給你報一個 單身者 參加party時 對於JD自己的異心要多留心 警方逃色陷阱 工作上太過毛躁 一些不該有的失誤 讓你受到老闆的責備 財運弱 出門在外 多留心錢包 少湊熱鬧可以避免損失 愛情運 一顆星 爭執超級多 保持距離與側安全 因為容易感受到對方的滿恨無禮 你要多注意自己的態度喔 事業運兩顆星 事業運略差不容易專心工作 坐在辦公室特別容易省油 想著玩樂或是其他的事 財運一顆星 你的購物欲很容易被大市場的購物獎勵激發 但你中獎的機會卻是比較低的 報一個 今天金牛座好慘喔 報一個報一個 乖乖乖 品韓報一個 好慘喔 金牛座今天可以得到品韓報報 來 乖 金牛座的 施雅開彩中 今天幸運數字是5 幸運顏色是檸檬綠 開日方向東北方 今日即時是晚 早上8點到10點 然後 幸運星座是天蝎座 天蝎座 最後 今日總結 今天 今天既衝動不遺及盡 金牛座 可能今天最慘吧 看起來目前是今天最慘 又過了兩成幾十 對啊 今天目前報到現在都過了兩成幾十 對 對 現在在韓吉倒報 我們現在進展到雙子座的朋友們 雙子座 哇 今天運氣很好 雙子座今天超棒 比母羊還棒 雙子座今天整體運勢 是5顆星 謝謝Alpha的順龍 有機會遇到事業中的博樂 且對方多為異性 年輕相反 還會有承受一段不錯的姻緣 只要多用點心 便會在很短的時間內 嘗到甜蜜的滋味 對身邊的信息頗有獨到見解 應有成功獲得商機 愛情運4顆星 感情先戲的一天 容易體貼關懷對方 很適合約會唷 事業運5顆星 滿分耶 事業運旺旺旺旺 工作領域屬於單打獨鬥行者 若是團體運作型之人 要注意職場的協調性 財運3顆星 財運好壞餐板 得財時一見好就收 尤其是股票族不宜貪心 今天幸運數字是0 幸運顏色辣椒紅 貪運方向東北風 今日即時 12點到1點 就是現在 雙子座朋友 現在是你的今日即時 幸運行座天蠍座 卡了嗎 好嗎 好了嗎 好了嗎 謝謝牙齊老婆追蹤主播 好的 坤坤拜拜 今日總評 難得的知育之恩 這是雙子座 下一個 下一個是巨蟹座 巨蟹座今天整體日子4顆星 把工作看得太要緊並非壞事 可為了工作而冷落身邊的朋友 會令你失去一些認真異性朋友的機會 要知道紅娘就是他們其中一位 財運所好 會有機會結識一些專業人士 對你的投資記錄大有神意 愛情運3顆星 戀愛運平平 少說兩句挑剔埋怨的話 才不會引發猴角 事業運4顆星 遇到難題時 不妨與公司的異性職員交談 有助於你解決疑問或謀生心的創意 在談判時成人等事物中 也容易得到異性的助力 財運4顆星 會因為人脈而比較輕鬆的賺取財富 記得要好好酬卸幫助自己的人 幸運數字1 幸運顏色白同盈 開運方向正西方 今日即時下午3點到5點 幸運星座雙子座 然後今日短平是 傷好重心有手便宜 要注意堅固 下一個是獅子座 使 covering い公尺 愛が多すぎるから わたしわわたしわわたしだしから オレッシャ 獅子座 有的人 być穿越來像 Konsolalle 不要害他好不好 CC CC 給人家亂挖 크 今天獅子座整體運兩顆星音 給他三個小禮物讓對方明白你還很在乎他 加大投資額度不見有明顯的收效 反而還會影響你的投資效率 從事服務性行業的人表現機會特別多 因太過緊張而顯得有些吃力 愛情運三顆星 與另一半會小友不愉快 因避免爭吵相互體諒對方心情 才能維繫良好的感情 事業運三顆星 謝謝阿豪送我歌王麥克風 對於挑戰性的工作特別感興趣 也能激活你的思維 容易有不錯的創想喔 最後一個財運兩顆星 謹言兼誤性兼誠因感情引發的債務問題 喔哈喲假期 今天幸運複製是7 幸運顏色美 欸芙蓉金粉 聽起來很厲害 芙蓉金粉 啊哈喲方向正東方 今日即時 早上6點到8點 新日星座是巨蟹座 今日總頻 注意事情的逆轉性 它不是那個金色的粉 它是金水金的那個金 芙蓉金 水金的金然後粉這樣 芙蓉金粉水金的金 亮晶晶晶的金 亮晶晶的金 亮晶晶的金 很棒 下一個是處女座喔 處女座今天整體運兩顆星 欸還沒換等一下喔 等她跑一下 處女座今天整體運三顆星 今天有機會結識有愛心的異性 讓自己多點愛心 便有機會重拾一段良緣 今天是你財運展現的好時機 在股市鎮鎮方面亦有收穫 平日冷漠的同事突然對你和氣了不少 這可是事業工心心幫的忙喔 愛情運四顆星 單身者有戀愛機會 但在表白時應該注意對方情緒 太過急切容易把對方嚇跑喔 事業運三顆星 運勢頻頻 工作忙碌一切聽上司指令行事就好 提意見時注意場合 財運運勢四顆星 財運家顯得能說會道語 或是與客戶商談合作事宜 多能如願以償 幸運數字1 幸運顏色相極是黃 相極是喔大家 貪運方向西北方 今日即時5點到6點早上的 幸運星座水瓶座 今日短頻多點愛心多點用心 處女座的 下一個是天瓶座 整體運勢四顆星 今天與愛人會有些誤解和矛盾 但只要一方能帶對方不理性時 冷冷他問題很容易就過刺 吃到西食不宜吃太多 當心消化不良 盡量多活動的話就多活動 消化一些腹內存食 今天上班的人也是會獲得一筆不錯的外快或補助 愛情運3顆星 便愛分享日 想獨處去享受做白夢的之外吧 事業運3顆星 事業運普通 適合順序鑑定的穩定操作 有利於聽命行事 財運4顆星 金錢是不錯 可以意外 可以期待意外的收入 幸運數字4 幸運顏色珠貝白 開胃方向西南方 謝謝阿華跟金又送我哥王麥克風 金日吉時下午2點到3點 幸運星座 雙 天平座 天蠍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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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聽他老師招不康復 是不是又想睡覺 好像有一點 一直說話就會說到自己想睡覺 再醒一下 分享阿花說 我LOVE YOU 我鼻涕好像有少一點 哈 哈嘍 歡迎段視 10點又報告 天使國中都可以聽完 我剛剛講到天蠍嗎 天蠍還沒有講對不對 天蠍還沒講 要講天蠍好 好 到天蠍了 天蠍今天整體運勢是兩顆星 金香的人要提前做好準備 從親友 親友處想辦法儘快解決財務問題 感情不合的家庭 會因一些小事發生更大的衝突 導致破裂的可能性加大 工作進展還算平順 但也無更多的表現機會 積蓄能量等待有利時機吧 愛情運兩顆星 另一半溫暖的懷抱是你心慌意亂時的避風港 心理不好說就向對方傾訴吧 事業運的話三顆星 工作按部就班 盡職盡責 盡職盡責 但缺少與人溝通合作的願望 一個人默默奮鬥比較辛苦 天下阿卡送我單情告白 財運一顆星 財運不佳 金錢上缺乏計劃 魯莽形式 自以為是都是導致虧損的主因 出門照辦也要小心看底錢包唷 今天天蠍也有點慘 新日數字是6 幸運顏色相極是黃 財運方向正南方 今日即時是早上10點到12點 然後幸運星座是甩瓶座 今日總結 有資金周轉不靈的情況發生 可以給我們天蠍的成文包一個 好喔 好喔 可以啊 最長的都沒話說 即時剛果 竟然也是相極是好 再來 下一個 射手座 今天整體日是三顆星 與另一半意見不一的時候還是獨自出去走走比較好 空曠清淨的地方是你聚積愛情能量的好地方 財運欠佔家 轉換投資發生才能 才渴望找到新的機會 學生圖今天得失心太重不易有收穫唷 愛情運三顆星 對伴侶的無理取鬧會悖感無奈 渴望獨處,單身者與異性交往頻繁 但多是吃喝玩樂 企業運三顆星 會顯得有些敏感,總覺得 從事朋友對你有些冷淡 其實不必想太多 想要別人的關心就要先關心他人吧 財運兩顆星 伴侶 不是伴侶 伴侶 伴侶伴侶 財運兩顆星 財務是今日的生日重心 雖然運氣有點不穩定 外力干擾多了點 可是只要保守緊襯些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然後 他今天的幸運數字是 幸運顏色是遠洋藍 遠洋藍聽起來很漂亮欸 是我喜歡的那種 深藍色 遠洋藍 好 開運方位正西方 今日即時早上7點到9點 哈囉 小白中午好 午安 幸運星座 幸運星座是雙子座 對 現在在韓吉早報單元 抱星座 你好 小白 感覺遠洋藍很漂亮 然後 然後 今天他的幸運星座 是雙子座喔 射手的今日短屏 今天會省得固執幾件喔 最後一個是我的 摩羯座 希望是好的 摩羯座今天運勢怎麼樣 好像中等 中等 今天摩羯座的今日運勢 整體運勢是三靠星 在喜歡的人面前 還是注意點好 若是不懂裝懂 反而會讓對方反感 做事老是慢半拍 若不及時調整 那些有時間限制的工作 可能會在自己手中搞砸喔 不要吝嗇那麼一點時間 問候一下朋友 讓友情升溫 我經常不能不懂裝懂是不是 好 愛情運兩靠星 談前生感情雙雙間 容易為金錢而爭吵 事業運三靠星 會有許多自己的想 會有許多的想法 嚮往著更高層次的跨越 但又常會覺得外部很近 不能很好的配合自己 問候與林浪感情升溫 我除了又很想吃牛肉烏龍麵 還是你們覺得要吃牛肉烏龍麵 與林覺得怎麼樣 還是我們去吃牛肉烏龍麵 我等一下蜜他一下 突然很想吃烏龍麵 可是是不是吃飯比較會飽啊 感覺錄音很需要體力耶 可是我又想吃烏龍麵的湯 考慮一下 我講到哪裡啊 事業運嗎 我想吃烏龍麵 財運的話是三顆星 好好休息 身體健康是最大的財富 這是不是有點準啊 他叫我好好休息耶 他怎麼知道我感冒啊 他叫我好好休息耶 那我真的該休息了 好 午餐吃SKIA 晚餐吃牛肉麵 閃轉 身體健康是最大的財富 他說的真棒 好我今天要好好休息 今天我的幸運數字是9 剛剛說壓力帶就被戳走 這是不是蠻準的啊 那我以後都用這個網站喔 非說好好休息 對 今天我的幸運顏色是 薰龜紅 那我是不是要換一下我的手機殼 我今天換我的那個 海棠色的手機殼出門好了 那個算薰龜紅嗎 我之前給你們看海棠色的那個手機殼 海棠粉紅紅橘 那個算薰龜紅嗎 是不是蠻帥的啊 那我要湊半好好休息 謝謝阿華森我LOVE YOU 全台不知道多層魔羯座我們是要休息 應該是龜如紅 香鏡色多少會有效果 那我等一下換個手機殼 然後 然後 我今天的開運方向是正東方 謝謝蕙香送寶仙女棒 今日即時三點到四點 幸運星座獅子座 魔羯座 魔羯座 魔羯座今日 總結 品行要跟不同手機殼了 沒關係我今天之後就會換回來阿 我其實常常換 換時間 不是換時間 換那個手機殼 今天 今天的今日即時是三點到 對我今天今日即時還沒有過耶 謝謝小白送我告白替求 謝謝小白的告白替求 午安 魔怪雜公 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會很愉快 那我今天要做些什麼呢 做自己感興趣的事 下次吃牛肉烏龍麵嗎 阿怎麼辦我等一下 大家覺得我等一下要吃牛丼還是牛肉烏龍麵 你們知道我等一下要吃哪一個 幫我選 一直想吃烏龍麵 烏龍麵想吃就吃 吃麵會流汗 想吃的 因為我選不出來 我選擇困難 你們知道吃牛肉烏龍麵還是吃牛丼 吃飯比較不會流汗 吃烏龍麵嗎 大家投票 怎麼辦阿我想了一下我吃什麼 還是等一下問一下雨林 看你睡成這樣就吃牛肉烏龍麵 可是 如果要錄音的話 飯比較容易飽 是嗎 我不知道阿 大人肉 不對 還是小孩 牛肉烏龍麵 投票投票 雨林還給不出建議吧 飯確實比較容易飽 再點個烏龍麵 再點個烏龍麵 飯你又吃不完 那等一下開IG投票 欸IG有投票的嗎 IG是不是有一個投票的那個 我等一下開個投票然後再跟你們公布最後我吃了什麼 HELLO NEM 可以投4公布 開G投票 沒有我等一下就發阿 不只猜了還 我等一下就發阿 然後 在我吃飯前 就是我出門後 我要吃飯前 看 看你到底哪一個獲勝 我就吃哪一個 但我還是先問一下 我等一下夏波先問一下雨林 說 可以這樣嗎 說不定他不想吃烏龍麵 還是他如果都可以的話就給大家投票 我想平衡 我也想你們 好像蠻好玩的耶 直播中跟你們互動 然後IG也跟你們互動 好像蠻好玩的 我覺得以後我可以就是 大家來幫我一起過我的生活 就是如果我決定不出來 我就投票問你們 大家覺得怎麼樣 你們可以一起參與我的生活 我選擇小份烏龍麵 加小份牛動 他有一個水上式助詞 看有沒有可能性的分析 午安御超 蠻好玩的耶 我覺得這個氣氛蠻不錯的 好 我以後只要選不出我買東西要什麼顏色阿 然後選不出要吃什麼阿 我就發限時動態 或是我今天出門要穿哪一雙鞋 之前不是有流行一段子youtube youtuber他們在拍就是跟我一起生活 那叫什麼 不是get ready with me 就是陪他一起過他的一天 就是他今天要穿哪一件衣服 然後他今天要穿哪一雙鞋 全部都放上去問粉絲這樣 可以來過一天等下 可以來過一天等下 現實會爆炸 重點答案不是提醒 所以要出門前先問阿 吼一下粉 很有趣 就是讓人家折對你的一天 謝謝阿翔送我 I love you 好像馬好玩 是不是有點卡 是不是有點卡 美女你好漂亮 謝謝你 阿翔你好 回來了嗎回來了嗎 你吃午餐了嗎 還沒我還沒吃午餐 其實我剛剛在開直播前 我補了一隻指甲油 回來了嗎 品寒播到一點 今天播到一點 今天開兩個小時 我剛剛其實你們 有看到我開播前一直頭滴滴嗎 其實我在擦我的某一隻指甲 我們知道他乾了沒有 我想說直播兩個小時完 他剛好應該可以乾 應該乾了吧 因為這種指甲油超級滿乾的 直播前 因為剛好直播是 手都不用做事的時候 是很適合塗指甲油的時候 塗完指甲油這個很滿乾 他要很久 所以就是又不想浪費時間 所以這個時間手最不會做事阿 所以 所以這時間塗指甲油 剛好開完兩個小時 他剛好乾 就可以出門了 剛剛好 化妝最久的程 可是他好像還是沒有完全乾耶 這種真的很難乾 好快利用時間的平衡 對啊 這個時間 可以直接塗掉手嗎 又塗掉手 沒有 其實我是這樣 昨天睡前的時候塗了 然後因為他很難乾 我就想說堵堵看 就是我 我這樣正睡 我好好的躺下去 都沒有碰到手 然後我手 那時候就放在床上這樣 我就堵堵看 想說我起床 就是我都不要懂 我有意識的控制 自己不要亂翻 我就堵堵看我起床 看會有幾隻毀掉 結果我起床只有一隻 一隻毀掉 就是這一隻 我起床只有一隻 狗的到處都是 就是他已經毀掉 我就 還好 還好只有一隻 我早上起來發現我亂睡 我就嚇死 我馬上看我的指甲 有沒有沾到 我早上起來我 我真的是亂睡 我發現我抱著被子 然後亂睡 我想說天啊 我的指甲還好嗎 就還好只有一隻 我早上 我就把這一隻卸掉 然後直播起來的時候 脫了一下 睡之那麼長 沒有就是抱著我的被子啊 還好還好 瀏海有亂 有 我早上起床頭髮都超亂 但是我今天早上起來 有洗一次澡 我現在有點喜歡 早上洗澡的感覺 因為我 我現在 之前我都是 平常習慣都是 晚上睡前的時候洗澡 這樣 然後 大家 不會好不好 也沒有到睡相那麼差 但是我最近有點喜歡 就是因為 現在很熱嘛 然後我喜歡 最近就是回家的時候 傍晚 會先沖個倒 然後這樣晚上 就再沖一下身體 就可以睡覺了 然後我早上起來 再洗一次 像說我今天早上起來 就洗了一次澡 白天洗澡 熟悉的小貝貝 對啊 就是抱著熟悉的小貝貝 早上洗澡 對我也覺得 早上洗澡很讚 最近覺得 這幾天是這樣 我這幾天有 就是傍晚回家洗一次 早上再洗一次 我覺得蠻舒服的 大家平常的習慣是什麼啊 你們都早上洗澡還是晚上洗澡 感覺還沒完全乾 只是默默乳洗髮今天 早上洗會上班上都睡著 休息 因為我不洗 我可能有點潔癖 所以我在我自己本人躺上床前 我覺得我一定要洗乾淨 我才躺上床 所以我睡前是一定會洗澡 然後早上 我最近覺得早上洗澡還蠻舒服的 所以 所以早上再沖一下這樣 有約會早上會洗澡 早晚再一次 男生就洗晚上而已吧 夏天流汗就洗 進完早上也會 謝謝Alphason的看好你喔 太常洗澡會不會皮膚過敏啊 洗太乾淨了 或是頭皮太乾 會嗎 還是沒有這個困擾 但是我發現我最近洗好多澡 早上清爽出馬 看人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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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好 自偉哥 常洗病情會惡法 肥皂少用就好 哈囉自偉哥 謝謝你送我歌王麥克風 皮膚狀況 我皮膚狀況還好 還行 廢棄掉 容易乾 讓我多擦一些乳液 天神之偉哥 送某新之怪 我一直想要打嗝 而且我肚子餓了 肚子一叫 我想吃飯了 我等一下問你們我要吃什麼 因為剛剛楊潔問我說要吃牛肉麵還是什麼 我就突然很想吃牛肉烏龍麵 我等一下來問你們要吃什麼 很多就卡 突然想起 對 有牛肉烏龍麵那種東西 而且我突然很想喝湯 感冒就會很想喝湯很舒服 謝謝阿華送我新之怪 很難 海南 結果楊潔最後吃了什麼阿 牛肉麵嗎 燉飯如何 好 剛剛把冷麵烏龍泡 玉米濃湯吃 但我跟你們說我昨天 昨天 品牌都很小孩嗎 我沒有很小孩吧 哪裡很小孩 我跟你們說我昨天吃了一間那個 番茄冷麵 超級好吃的阿 在那個 凱薩樓下嗎 台北車站附近凱薩樓下 有一間番茄的冷麵很好吃 我覺得冷的比湯的好吃 大家可以吃吃看 番茄的冷麵 很棒 我喜歡 北極欣你好 小清清潔鹹中午好 我覺得我現在 在那個台北凱薩樓下 然後它好像蠻多地方都有 那個南溪 那邊也有 然後那個 心意成品也有 然後 美麗花也有 番茄冷麵 我覺得它很好吃耶 真的蠻不錯的 如果喜歡番茄的人可以去試試看 推薦大家 大家要去猜猜看了嗎 賀達人你好 番茄冷麵 賢睡的時候然後很激動的說肚子餓也很有呢 我就在吃比較 肚子餓的時候就會很激動 叫太陽對叫太陽番茄拉麵好像是 謝謝阿華送我歌王麥克風 那我今天差不多到這邊了耶 我先來跟大家說下次直播時間跟 念個排名好了 它不是拉麵 不知道算拉麵店嗎 應該算拉麵店 太陽番茄拉麵 在凱薩那邊 台北抽站 凱薩的下面 我覺得冷的 可是它冷麵好像是限定的 時間限定還是什麼 我覺得冷麵很好吃 我已經開始懷念 我今天還可以再去吃 你們就可以知道它有多好吃 那我 我先跟你們說我下次直播時間 比較久以後了 因為這個禮拜 比較忙一點點 會不會下次上去就沒了 才知道有冷麵 我覺得冷麵意外好吃 就很清爽 很適合夏天 我下一次直播時間是 9月7號 是星期六 對要到星期六囉 因為這幾天比較忙 有一些行程 下一次直播是 9月7號星期六的 晚上八點鐘 是八點喔 不是八點半 我改成八點了 因為我不想直播太晚 隔天還要球場 當開場嘉賓嘛 所以我9月7號星期六的 晚上八點喔 9月7號晚上八點 說到飯前面又餓了 我等一下趕快出門吃飯 然後我來練一下排名 我會不會烏龍麵吃一吃就感冒好啦 吃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第10名 西西 第9名 雙眼 第8名 彩虹花 第7名 豬豬 第6 膝蓋幫 TTP 棒場 第5 素雷哥 第4 小白 第三 金釉 第二 阿華 第一 楊潔阿華 金釉 可以指定我動作 由 午餐四十條晚餐 翻譯 大家 我來抽一下 這張好囉 怎麼又是6喔 是不是沒有洗乾淨 我再戳一戳 我沒有作弊 戳一戳 這張好囉 這張 幾號 5號 很久沒抽到的5號 是誰呢 副偉哥 獨裁字拿掉 是副偉哥 那都是 楊潔阿華 金釉 跟副偉 開指定我動作唷 好啦我剛剛抽到6號 今天大放送 6號也來一下 是TTP棒場 但等一下被說不公平 TTP棒場開指定我動作 然後提醒一下大家歌單喔 這周只有開兩次 所以大家歌單 我這一次是最後一次提醒喔 在直播中提醒 這周 我昨天很昏昏沉沉 我沒有交代好我的歌單阿 我這周的歌單是 適合棒球場聽 適合球場聽的樂寫歌單 大家可以都有IG小盒子 留言給我唷 推薦給我 球場適合聽的樂寫歌單 謝謝你們 謝謝陳如的楓葉 模仿哆啦A夢嗎 好啊可以 哆啦A夢 哆哆哆哆哆哆 倒熊 倒熊 你在充電嗎 對我在充電 哆啦A夢要怎麼模仿阿 只能用手吧 胖嘟嘟嘟嘟嘆 他什麼 安安安 哆啦A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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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吃銅鑼燒 給我拿出道具好啊 那我拿一下我的指甲油道具 我今天插的是這一瓶 登登登登 他出來的特效音是什麼 謝謝小白送我眼睛夜當中 出來特效 是登登登登嗎 謝謝阿橫送我歌王麥克風 那我要拿出道具囉 從哪裡拿出來 這裡嗎 這是超級亂能的指甲油喔 可以幫助大家 不會想睡覺 亂能指甲油 對不起牌子露出來了 我沒有要打牌子 打廣告 沒有葉貝拉 這蠻可愛的 萬能指甲油 反正你們也用不到 你們又插不到指甲油 好一下充電好 謝謝楊潔指定動作 還可以嗎楊潔 很漂亮 很漂亮 身體指甲油很可以 不好說可以送女朋友 你的女朋友是我嗎 品牌是大家的情嗎 酸女 還有阿華 丁佑 富偉還有TTP棒 恰恰指定什麼呢 我覺得蠻可愛的吧 有小愛心 而且它的顏色是我很喜歡的那種 就是 很少女夢幻的顏色嗎 粉紅色紫色 藍色的愛心 然後亮亮的這樣 我很喜歡耶 超級喜歡這個 其實它真的它唯一的缺點就是它乾得很慢 然後有點難洩 就是它唯一的缺點 它真的乾得很慢 不小心抠到你就完蛋了 我沒有罵髒話 我說好喜歡你啊 我的唇型不明顯嗎 好喜歡 其他人想指定什麼動作 阿華跟豬油 你們想指定什麼 點落好這個電子打 按 我突然發現一件事耶 如果 投票的話 會決定我們 要約在哪裡耶 你們覺得哪一個會贏啊 我們該約在哪裡啊 投票會決定我們 要約在哪裡耶 你們覺得哪一個會贏 我應該等下 跟雨靈先約在哪裡啊 你們覺得是 SQR會贏 還是那個 牛肉烏龍麵 不好說 烏龍麵肉贏嗎 還是你們現在直接決定 應該要吃哪一個啊 大家幫我投票一下啦 剛剛說了 阿華說了嗎 口香 阿華說的在哪裡啊 葉佩涵 哪裡啊 我沒有看到阿華 要不要再留言一次 覺得麵會贏嗎 牛洞會贏 女友是告白嗎 好啊 可以啊 阿華 今天謝謝你來看我直播 謝謝你 待會要去吃 牛丼 還是 牛肉烏龍麵呢 阿華 可以帶我去吃午餐嗎 拜託 我肚子餓了 我們去吃午餐吧 可以嗎 阿華 Augen 謝謝你 咋 咋 我們去吃午餐 可以帶 在品還吃午餐嗎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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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阿華送我們 爭尾 請告白 謝謝你 可以嗎 阿華請客 阿華要請客嗎 好喜歡 可以嗎 謝謝阿華的指定 還有金柚是第三名 金柚也可以指定 金柚想指定什麼 謝謝阿華 金柚想指定什麼 我覺得我今天直播的時間 掌握得剛剛好 好棒喔 果然早上還是神字比較清晰 好的 宏偉 掰掰 表演噴嚏快打出來的樣子 一樣嗎 應該是這個臉吧 好 剛剛是神 沒有我只有那一度 那個五分鐘想睡而已 後來又醒了 醒完噴嚏以後又醒了 可以嗎 丁柚 好 大概是這樣 謝謝金柚 那另外兩位還在嗎 富偉跟TTP棒場 如果不在就留到下次吧 雖然我每次都忘記 忘記就算了 沒有大家可以幫忙記一下 謝謝阿華送我掌聲鼓勵 謝謝阿華 那今天差不多到這邊喔 反正那麼長直播 忘記就算了啦 忘記就措施良機了 謝謝小白送我再電沙油 謝謝會香的再電沙油 謝謝阿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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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9月7號星期六晚上8點喔 然後9月8號會在桃園國際棒球場 擔任表演嘉賓 球場見 直播見 待會呢 大家午安快去吃午餐吧 但我還是會給大家投票一下 然後最後再看我們哪邊方便喔 最後再拍我到底吃什麼 好嗎 在拍現實到底吃什麼 給你們看 大家掰掰 今天到這邊囉 我的指甲油到底乾了沒 我等一下可以順利的 穿我的牛仔褲嗎 掰掰 拉拉鍊的時候就刮到了呢 謝謝楊潔送我心直管 大家掰掰 請期待 數到我的IG 看我的現實動態 喔對阿 歌單記得丟給我喔 我很怕收集不到歌單 大家掰掰 請期待 5安 差不多了 我已經一邊在收東西喔 一邊關燈 我們來看關燈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早上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差別吧 有差嗎 有 好像差蠻多的